大家好 我是湖州市老 欢迎收看市老湖州 上周四也就是8月20日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就我们常说这个DAPA 它所举办的Alpha狗斗系列实验赛的决赛正式结束 虽然比起之前满世界关注的这个围棋AI算法程序 AlphaGo来说 空战AI算法只有这个少数 关心军事科技领域的人会注意到了 不过这几年 无人作战平台成为各国军队和军火上的新宠 无人机实战化的又是军事科技的前沿领域 空战AI会让空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无人机空战的时代是否就此到来 本期的是老湖州 咱们就来聊聊空战AI和无人空战的事 咱们还是先就事论事 先来说一说空战AI 根据DAPA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新闻稿内容看 这一场Alpha狗斗系列的实验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搞了好几轮比赛了 8月20日进行的是一个为期三天的最后一轮 按照赛程这三天中第一天是这参赛的8家的AI算法 与这约翰霍普金斯物理应用实验室开发的5个AI算法进行对抗 第二天是这8家算法捉对厮杀淘汰一半 第三天则是剩下的4家AI通过这单循环赛决出最终的胜者 并让胜者与一位资深的美军F16战机的飞行员 进行一个近距离空战的缠斗对抗以验证AI算法的能力 比赛使用的是一个类似我们这种模拟空战游戏的一个虚拟测试平台 当然它更拟争一些 飞行员用的也是连接到这台系统里的一个模拟操纵器 还有一个VR眼镜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在决赛中赫伦系统公司开发的空战格斗AI算法 战胜了其他7家进入决赛的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 夺得了冠军 并在演示中与一名美国F16战机的飞行员 在模拟空战中以5比0的成绩连续获胜 从DAPA公布的视频来看 双方是以同等高度对象平行开始 所以说五次比赛虽然说设定的骑士速度和高度差都有差异 但是展开一系列近距离缠斗以后 最后都是以AI空战的胜利 我告终的 从理论上说 这近距离缠斗是一件简单原则下的复杂三维空间活动 其根本目的是将对方这个目标 纳入到本方前半球的攻击范围里 这么说好像很高深 但是说人话其实就很简单了 两个战斗机互相缠斗 将机头方向的航炮瞄准低机 或者让空空脑袋锁定低机 在这个缠斗的过程中 为了将机头指向低机 或者避免被对手瞄上 双方都要进行剧烈的机动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承受巨大的过载 一般来说训练有素的飞行员 可以承受9G甚至更高一点的过载 但是其持续时间短到要1秒计算 而机械设备在经过加固之后 则能承受几十个G的过载 因此在传统的空战中 能做出多大的机动并且持续多久 主要是受着飞行员身体的限制 但是无人机就能够摆脱这种进步 上世纪70年代后期 美国开始探索提高第五代 有人战斗机机动手段的时候 NASA就曾经研制过一款 颇有人气的高机动技术验证机 按照这个首字母缩写 它叫做HIMAT 这个飞机使用了包括电船系统 在这一系列当时相当先进的技术 同时为了减少试飞员的风险 干脆取消了飞行员 是一个由B-52挂着从空中投放 操作员乘坐另一架双座飞机 紧随其后对其进行一个目视遥控操纵的无人机 由于是无人机 只要机体强度可以承受 HIMAT就可以尽情地做各种 人类飞行员无法承受的复杂机动 这一个优势加上HIMAT本身也是一个高机动设计 使其在试验中的格斗能力远高于传统的有人战机 在模拟空战中也是取得了极好的成绩 当时就会有一种设想 如果HIMAT能发展出一种无人战斗机的话 那么别的功能不说 至少在近距离空战中 那可不就是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了吗 这里就有一个如何操纵无人战斗机的问题 这HIMAT它作为一个实验机 那操控员是直接和飞机在同一空域里的 这如果在实战中就肯定太危险了 那如果远程操控呢 玩过网游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无人机要依靠操作员远程操控的话 那么这个网速就很重要了 网速一慢 操作就卡 在瞬息外面的格斗空战中 你这稍微一卡 那可不就完蛋了吗 是不是 而当代无人机操作卡顿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PIN值 大概有多少呢 目前这种依靠卫星中继 或者在上千公里外 设置地面站的无人机 它的操作滞后都在分钟级别 所以要让遥控无人机空战 指令传说的滞后性是急需解决的 另一个问题 则是无人机平台对空中态势的感知手段 由于是传统的近距离格斗空战 主要是依靠飞行员的目视观察 辅助于正面有一个抬头显示器上面的信息 来获取敌我战机的态势情况 使用摄像头观察 那视野就会有限 而且有时间之后的远距离操控 观测肯定也没有飞行员 直接观测效率高 所以很快 无人机空战技术它的瓶颈 就从研制一款无人机 转变为让无人机具备自主作战能力 从而能够不依赖后方操作人员的遥控 进行直接作战 这样就是空战AI系统的由来 这次Alpha狗斗系列的实验比赛中 出现的空战AI就是这样一类技术 按照DAPA的规划 它是作为一个更高级别的 叫空战演变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用来设置一种能够让飞行员 能够信任的空战AI程序 所谓空战演变计划的设想 实际上就是 期望通过将空中格斗 自动化 智能化 最终在作战飞机上 实现自主战斗的能力 从而能够让飞行员 专心于执行更高级别的一些决策 也就是当代随着超视距空战 防区外打击 以及协同各种信息节点 联合作战等任务 超越这个禁区缠斗 成为未来战机的主要任务 飞行员宝贵的精力 就应该向这方面倾斜 但是近距离缠斗 又偏偏是一个高度复杂 而且变化迅速的作战科目 需要飞行员 在这种神情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全身心投入 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空战AI能够替飞行员减负 无疑就能极大提高战机 在空中的作战效率 现在这个空战AI 能够大比分战胜老资里的飞行员 虽然未必是说百战百胜 但是至少看起来也是相当厉害了 空战AI和HIMAT试验机就不一样了 HIMAT靠的是机动性更强 是硬功夫 空战AI在比赛中 使用的是和飞行员一样的 虚拟驾驶的F16战机 机动性理论上是一样的 AI能够胜出靠的是什么呢 从比赛视频里看 主要就在于对飞机机动性能力 潜力更深层次的发挥 比如说在空中机动中 因为这个副过载人觉得特别难受 所以飞行员一般不愿意推赶承受副过载 而空战AI就能够灵活运动 一边推赶 过一会有拉赶 实现飞机动作的最优化 在这类细致的操作上 人类飞行员主要依靠的是 长期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 而空战AI则能够算计的更加仔细 对于飞机性能的压榨 也就更加的彻底 类似这样 人算不如计算的东西 还有一个在这个比赛中很关键的 航炮攻击环节 在空战模拟平台上 航炮攻击范围看起来就是一根光柱 空战AI也被设定是高度智能 两架战机在缠斗中 只要这个光柱扫到了对手 那就算是命中了 在真实的空战中 航炮就没有那么强的应激性了 毕竟你说美军的这M61航炮 从启动到到达最大射速 还要将近半秒的时间 整个系统在空战中 射击上的滞后 足以让这一闪而过的射击 啥也打不中 因此飞行员们习惯在实际中 是在稳定跟踪 建立射击线以后才进行射击 更重要的一个区别 则在于空战AI 与飞行员在空战方法论上 目前是不全一样的 当代空战的方法论中间 美国空军上校博伊德提出的 OODA循环 算是各国空军目前 在空战流程中的一个经典总结 意思是飞行员在空中的行动中 始终处于观察 判断 决定 与行动的这样一个循环之中 这四个环节 因为英文首字母凑起来 就是OODA 所以这种循环 在空战中就体现为 一边观察对手的动向 一边有针对性的 采取自己相应的行动 对于近距离缠斗来说 在高速变化的状态下 首要的就是确定敌机的位置和动向 在传统战斗机上 我们前面说的 时至今日 这一工作主要还是依靠飞行员的目视来完成 无论是说现代科技将敌机信息投射到抬头显示器上 还是说用增强现实技术 其目的都是服务于飞行员的眼睛 在这样的模拟空战中 飞行员依靠的是一个 戴着VR眼镜所看到的目标图像 而空战AI则可以从模拟平台上 直接读取飞机的数据 随时的感知目标的变化 结果就是在这个机内的空战中 飞行员飞着飞着 就把目标就给跟丢了 导致操纵出现失误 而空战AI则始终准确运行 并利用飞行员的失误取得了胜利 这听起来有点像空战AI在作弊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如果说你给飞行员一个全局视角 至少飞行员因为丢失目标接触 而导致失误的情况就要少很多 其实在最终的人机大战之前 不同的空战AI之间的模拟空战 更加有意思 由于空战AI本身都能够完全掌握 这个战场的情况 也都对飞机有着精细化的操作 因此双方在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同时陷入长时间的这种稳定盘旋中 互相反复试图咬住对方 并且在空中划出两个交错的圆环轨迹 连续划了好长时间的 最终会因为某一家AI 它的精细操作程度更胜一筹 能够损失比较少的速度或者高度 那么在长时间的盘旋之后 它每一圈小小的优势 最终就能转化为击败其他AI的胜利 说到这儿 这空战AI从模拟平台走向实用化 最关键的问题也就呼之欲出了 空战AI本身就像一本武林绝学 各种屠龙之计都深藏其中 但是真打起来的时候 靠的是对于对手招式的观察和判断 从而及时的见招拆招 对于无人空战平台来说 掌握空战的理论是一方面 如何及时在战斗中观察对手的行动变化 这是另一方面 虽然当代技术已经具备对战机周围环境态势 进行全向感知的基础 无论是环绕式的摄像头 覆盖机身四周的共行镇雷达 还有敌我识别装置 以及对周围目标信息进行处理分析的火空计算机 都有实现的可能 但在错综复杂的实际空战环境里 研制这么一套与空战AI能够同时有效运作的系统 显然不是几研发几个AI程序这么简单的 随着中美俄都已经在当代战斗机研究制造领域 先后进入了五代机时代 英 法 德 韩 日 印等国 也已经在五代机研制上跃跃欲试 中美这样的大国在当代先进战机的研制上 是五代半战机的开发已经各自开展 而六代机的研制工作也已经是建在弦上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 下一代战机大概率还是有飞行员的友人战机 但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飞行员所要扮演的角色将要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施老胡舟 未来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施老留言点菜 我们下期再见